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本來過年期間想發個影片 結果生活上剛好有點事情耽誤了 於是就投到了現在 都快被演算法遺棄了 而且過年這段時間 也都是各家廠商在輪番更新 很多新遊的宣傳都會主動避開 所以也沒少好題的 這邊也是隨意撿一些資訊來跟各位聊聊 那台灣方面 王毅旗下的溺水環手遊版 之前就有觀眾提到 他出現在別人的頻道介紹中 我當下其實也沒放在心上 因為目前也只有陸服可以玩 對於台灣大部分的用戶而言 並不是太方便 但後來逐漸不少自媒體的軟文出現 那目的應該是蠻明顯的 應該就是準備來台 或者推行國際版的前兆了 這個遊戲之前我已經評測過了 感興趣的話可以待會去看一看 假設這類MLO 你過往都是接觸手遊版為主 沒人過PC上比較早期的傳統MLO 像是魔獸世界 街王山等 那確實感覺體驗上會好上很多 也真的能爆殺一堆幻皮 至少屌打原進化石條街吧 也不會有那種手遊上 打卡一條龍作業感 或者純粹比戶頭比數值的賽博PVP 但也就止步於此啦 並沒有太多可談的 而且陸服很多遊戲 變成重甘重克 一直都有網易的一份 去相信他突然變成大善人 還不如相信自己明天會中樂透 外加明明總是可以搞到大IP 但又能憑真本事把遊戲搞到良去 就實在很難對這間公司有信心 而且又常常搞一些碰瓷的黑龍行銷 還是希望廠商多專心在遊戲吧 再來就是有人要我講的 七願幻夢重構 台灣代理商是配語數位 開發商為中國的風紀網路 這款其實就是去年陸服5月19號上架的形界 我當時在第一期的雜談也有提到過 他在開佛當天 就因為一點都不設的立惠而被檢舉 也很諷刺的是 也跟遊戲內反烏托棒的劇情呼應上了 整體是走放置加附油的路線 劇情還算有趣 令惠雖然撐不上躲頂尖 但也並不差 但不知道是受到前幾年疫情的影響 還是廠商內部出了問題 或者資金缺乏 明明在2019年就已經有遊戲雛形了 也沒有被卡版號 卻一路拖到2023年的5月才公測 使得本來又有點廉價的玩法表現 就更沒有競爭空間了 然後不幸的是 在上線的時候 剛好撞到另外一款遊戲的風口 重返未來1999的公測前後 當時B站的熱點輿論 都是在噴它的價格跟玩法 完全把這款的宣發聲勢給壓過去 而且廠商顯然也並不是太有錢 去加大力度做推廣 B站PB的更新 也在去年10月後就停擺了 顯然也是沒有額外的資金繼續燒了 在依照陸服銀售的漲勢來判斷 感覺上也並不是太妙 那台灣這一波打的宣傳也並不大 真的要不是有人提啊 我對這款遊戲真的是沒什麼印象 如果你想要投入遊玩 當然沒什麼問題 不過課金方面建議謹慎一點 然後又是完美家的遊戲P5X 最近他們投放的預約廣告真的很多啊 所以我就再拿出來提一下 前陣子的陸服剛結束內冊 也是一堆玩家向官方提建議 不過被巧妙的迴避了 雖然阿特拉斯有深度參與製作 但像劇情方面 為了在中國過省 多少會限制廠商的發揮 對於一款以劇情內容為主遊戲 果為致命啊 甚至還有些奇怪的橋段 被保留到了山側 外加現階段遊戲的體驗 跟課金方面的平衡是真的不太行 如果官方真的不大改就上 那公測日很可能就是來年的季日了 當然如果你是IP粉就請隨意了 可以當作是給續作買單 那另外就是完美的另外兩款 一款是一拳超人世界 1月跌的時候開始歐美跟東南亞地區的公測 不過營收數據的表現並不是太理想 歐美區目前2月的營收是連前百都沒有 東南亞服的話倒才有個30名左右 如果能狗到遙遙無奇的第三季推出 或許有機會抬一波熱度 但這款的品質說實在 甚至不如自家早幾年推出的幻塔 而且僅憑這樣要跟未來幾款大作爭奪市場 明顯是不夠力啊 希望不要又是玩著玩著 官府的公告就來貼臉了 另外一款是乖離姓百萬亞瑟王 環 陸服的手遊會出現648的高額定價 也是拜這款遊戲所賜啊 可謂萬惡之起源啊 百萬克金王的名聲可不是浪德虛名啊 想當亞瑟王的話 先問問自己的錢包夠不夠厚吧 但對比前兩款香港內容相單機 卻學不到位 繼續維持著以社交PP為主的模式 其實才更符合他們 也不用花心思去經營社區 屁事少還不會有劇情節奏 只要堆好數值就會有課勞買單 不過到時候完美的這幾款 台服都是比陸服先出的話 很怕又是被當白老鼠 突然給你一個被刺 想入坑的話還是多注意吧 再來就是前陣子 常常被某幾年廠商倒了素材的MNO 夜鴨 即將在下個月推出全球版 這個遊戲簡單可以看作類天堂的產品 也是去年韓國僅次於天堂系 奧丁的熱門作品 遊戲去年4月在韓國推出 一度幹掉常年霸王的天堂M 現在穩定在前十左右 順帶一提 韓國的龍頭天堂M 在這個月繼續被4399的一款小成本遊戲 僱傭的傳說壓著打 真的是給韓國那些廠商來一點小小的買量震撼 雖然現在我是不太愛這種戰裝的素質像MNO 但人家的遊戲至少有一定的品質 也不一定不是丟垃圾或者虛假廣告 騙你去預約 假設你真的有錢又想當牛菜 還真的不如去給他們哥 也好過送錢去給那些除了AI到素材 直到正式上線前都不敢丟遊戲畫面的某些廠商了 然後是比較多人關心的明朝 19號開始的內撤 那陸服是付費撤 按慣例的話這就是中撤了 離正式的上線時間不會太遠了 那雖然去年11月 我也有收到廠商關於這檔的工商邀約 但我當時忘了在忙什麼就沒回他了 然後自己也沒有抽到 所以就只能看其他的主播來雲體驗了 但就目前的劇情跟演出方面 我是覺得不太妙 對比上一撤 各種厭氣、針對、懷疑、拿槍指的深刻印象 這一次就是二週目重生的龍奧天類型 人見人愛花見花開啊 靈複其實的 完蛋我被二次元美女帥哥包圍了 真的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我都懷疑主角是不是有催眠APP了 不妨再加個休息室跟後宮系統 我宣布你直接封神 不過前面的劇情是真的太白開水又沒有爆點 反倒沒有上一撤來的有衝擊性 或許後續會有什麼精彩的表現也不一定 但現在遊戲開頭體驗是真的很關鍵 最好是在短時間內就給予玩家情緒高潮 或者有足夠優秀的文本跟沉浸感來支撐 否則耐心不足的玩家很快就棄坑了 雖然上次那種一副我欠你錢的苦足體驗讓人詬病 但這次毫無原因就投懷送爆的路線 也並不算特別好 感覺下一秒就要被仙人跳了 或許是去年陸服幾款惡游 都在劇情大爆來後量趣 導致現在廠商都有點懼怕輿論壓力 只求能不起節奏穩定上線就好 但推倒重改劇情 自身的產能又跟不上 又礙於資金跟友商的競品壓力下必須趕著上線 導致很多細節做不到位太多趕工的痕跡 像是明明是以全球發行為目標 但卻只有中配 不夠契合戰鬥的BGM 地圖的設計風貌太雜亂無章 以及疑似為了節省成本 很多演出境位都是不照臉或者遠景 還有目前培養肝度偏高 對於現在追求輕度化的市場顯然佔不到優勢 當然廠商每次都聽取玩家建議去調整 這點還是值得讚許的 但現階段的表現 確實離達到預期真的還是有些距離 希望公設前是可以再多改進吧 不然只會變成下一款幻塔 現在市場是真的很殘酷 不行就是下去 很難有翻身的機會 再來最近有看到一款LUNA的IP遊戲 LUNA MOBILE的預約 之前是林鄉代言的LUNA永恆月之國 後來又有台灣OMG自己推出的 LUNA AI月神的遠征 但現在這兩款都已經搖搖欲墜了 真的拜託廠商不要再用這種老IP來嘎韭菜了 那我稍微查一下這款遊戲的韓國開發商SoulGames 核心成員確實是來自LUNA早期的開發團隊 EYASoft所成立 不過按照巴哈去年的新聞 現在LUNA這個IP早就被一間 號稱是韓國 實際上為中國的發行商所收購了 代表他其實也跟韓國沒什麼關聯的 然後透過他授權 去泰國上架本次遊戲的江蘇明通 其實就是中國三棲戶魚的子公司 那按照過往的經驗 會跟這類公司扯上關係的遊戲 通常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那本次負責台服的新加坡發行商MyPlay 母公司是在韓國 但相關資料比較少 不確定他有沒有中資背景 不過他的公司主要營收是靠博弈 感覺上也只是來捲一波快錢 而且本次的遊戲只要在2020年的9月 韓國地區就已經推出了 不過在當時也沒有拿下什麼好成績 就從市場上沉默了 我也不懂了 為什麼到2024年了 還要把這個臭酸的冷飯拿出來炒 難道是發現台灣韭菜特別愛這一位嗎 不過就算砸大錢找DJ Soda來代言 也很難起死回生吧 希望最少是能撐個半年啦 那中國方面除了剛提到的明朝 最近比較沒什麼好提的 不過前面既然都提到了網易了 就順便講一講他們 上個月26號公測的女性像遊戲 世界之外 只能說身為一間在中國 前排鼎鼎大名的遊戲公司 也不是沒錢沒人才沒技術 卻被抓出搞一對AI繪圖塞進遊戲裡面 但依照這公司的規模跟過往的作風 我合理的懷疑即是有意而為之 當然這樣品質遊戲 最終也被碟子早幾天上架的電雨升空 一路壓著打到現在 只能說是活該了 別人是沒什麼錢想努力求生存 你是有錢又不斷敷衍用戶 想靠壓低成本賣高價格韭菜 就我個人而言 真的很難去喜歡這樣的廠商 還是說網易乾脆不要做遊戲了 學騰訊各種買買買好了 說不定還可以賺到不錯的口碑 再來是古劍奇譚的開發商 正是被騰訊收歸己有 他們最近的遊戲 就是我之前評測過的白金回廊 但遊戲在開服的時候 也是因為宣傳過猛 最主要針對的 還是那要餓不餓的美術建模 雖然我個人覺得是還好 遊戲本身有不錯的玩法底子在 養成上也有自己差異化的部分 沒有某某某的即時感 但是那個學習門檻是真的非常高啊 如果沒有摸一陣子 真的是很難精通 想無腦放置的話 AI又不夠聰明 對於輕度用戶而言真的不太友好 但他也是最近陸服比較能打的作品了 而且即便美術作在討喜 其他方面沒有跟上也是往然啊 看看隔壁那一拳一拐的 少女弦線2追放 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啊 另外我還有看到一款 盜版的咒術迴戰 不過在中國這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不管是2024年或者是2022年 這種垃圾換皮是永遠不會消亡的 我覺得台灣可能很快也會出現吧 但真的還是拜託啊 去找日本那款正版的咒術迴戰吧 不要再浪費錢在這種 隨時會關服的垃圾上面了 韓國方面 首先是有人要我聊的編譽公司 開發商是韓國的Praja Moon 是一群韓國大學生在2016年所成立 最早期是作單機 像是2018年的腦業公司 遊戲在去年也正式突破百萬銷量 這對於在韓國的遊戲廠商來說 可是為數不多的好成績啊 再來就是2021年的廢墟圖書館 以及去年2023年推出的多平台手遊編譽公司 這幾款作品都是以相同世界觀去做延伸 劇情也是以獵奇灰暗為題材 廠商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玩法上也沒有盲目跟隨主流市場 背後甚至沒有大公司來支持 但卻意外的收穫不少非韓國的玩家 像以編譽公司來說 移收占比有約40成是來自海外 那外加剛提到 這公司並不是很有錢 也沒有金主爸爸讓他們隨便燒 要去搞多國語系加配音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能拿到目前的成績 真的就是靠內容品質說話 雖然廠商推出手遊的時候也被抱怨 是不是要出來騙客啊 但我之前也講過 廠商如果沒錢 也不是靠鄉民鍵盤打嘴砲就有用 官方的Q&A也有直接攤牌 他們就是想要有一個穩定的獲利來源 去開發其他遊戲 只要他不是那種要逼客才能讓你玩下去 或者擺明就是來圈一波錢的作品 那這些廠商其實都是值得支持的 給他們課金也好過那些 拿垃圾圈錢只是為了生產更多垃圾 又或者洋洋沙沙洗的各種理念報復 談圓景畫柄 結果只是圖文不符的廠商好太多太多了 雖然超卡加長線經營的模式 不見得人人喜歡 但他也不等於遊戲體驗會很糟糕 那些主機或者PC上的買斷遊戲 糟糕的也不少吧 當然說到底這個遊戲還是有個硬傷 沒有原生的中文語氣 目前也只有粉絲用外發電的非官方翻譯 對於泛用戶的推廣會比較困難一點 本身也並不是靠什麼又大又盛的美術來留人 如果又少了劇情的帶路 那體驗就是大大的減半了 這點確實是比較可惜了 再來是Netmarble的MMO 阿斯達年代季 三強爭霸 目前也是開啟台韓服的預約了 遊戲預計會在4月初上限 那我之前也提過 他們公司去年的財報非常的糟 現在急需真正的大作來提振回血 本來我以為獨自升級會跟隨動畫的檔期推出 不過看目前的動態他們還在假高中 但預計也是會在上半年推出 而且他們還有一款MMO Raven 2 也是排定在這檔期推出 看來這一波是來勢兇兇勢在必得啊 至於那個七大罪起源 聽說是要等到年底了 然後韓國最近也被各種盜版入侵了 一款是死神 一款是我的英雄學員 就很明顯是中國廠商跑來上架的 看什麼時候會被制裁下架吧 其他免費版還有一些放置遊戲 但因為美術風格都沒有特別突出 這邊就不多提了 最後就是日本方面 首先是合成大西瓜 二朝的秩序蔓延中 還推出了結合運動的玩法 而Switch的緊跟推出了付費DLC 但這個遊戲我真的是看不懂啊 然後是CYGAS旗下的彈射世界 前幾天日服正式關服了 走完這4年多的旅程 台服等版本內容消耗完以後 在5月也會跟上離開 而陸服雖然玩台服幾個月開 但如果沒有日常做內容支持 估計也是支撐不了多久的 不過CYGAS最近還是挺猛的 前有必然幻想relink的遊戲大賣 後有必然幻想vs崛起 2B的DLC襲來 我最近推特打開都是各種 賤賞環節 不愧是白金旗下最血汗的打工女王 到哪裡都有她 還好不玩格鬥遊戲 不然荷包肯定會失手的 說不定未來還會在隔壁的新任上登場呢 再來是A名最近有一款IP改編的 銀河英雄傳說 Dai Nui Saga 即將開始內撤 遊戲為紙版的SLG 這類型在日本並非主流 比較有名的作品 也都是以三國或者三國的歷史題材為主 那從釋出的部分畫面來看 真的也蠻像換皮常常出現的那種 建造加PVP的國戰玩法 這種大多也都是重課金的類型 我推出這款還是會變相日本國內為主啦 推出海外的機率並不高 那他們還有一款2.5次元誘惑的漫改IP項手遊 正在籌備中 該動畫在今年7月會開播 那陣仗都打這麼大了 希望遊戲史不會爛掉吧 順帶一提 白貓Project開發商 克勒普與A名前陣子也達成戰略合作 未來將會攜手共同開發遊戲 希望是可以推出點有意思的作品啊 再來是Gumi的子公司GC Games 以殺戮魅影的IP做延伸的作品 殺戮魅影另類模仿 遊戲主打區塊鏈技術 所謂的P2E放置遊戲 那前幾年區塊鏈一提大火的時候 好幾個廠商也推出自己的練友 但這大多也只是被廠商當噱頭用 新韭菜入局罷了 後來也沒有掀起什麼波蘭就退燒了 遊戲自稱是刺絲代行美少女放置RPG 但戰鬥演示依舊是那種低成本的大頭對對碰 而且這個美術比起隔壁M開頭的音樂不放棄 並有任何突出或者優勢的地方啊 奉勸這些廠商啊 遊戲還是得先把遊戲本身做好 搞那些多餘的真的是大可不必啊 另外那款音樂不放棄的開發商BOI 也已經在籌備之後的作品了 而且信心滿滿要做到每月40億日元以上的營收 達到一年480億日元的成績啊 如果用日本的訓練排行來舉例 大概就是想做到FGO 龍族拼音讀 賽馬娘的程度 而根據廠商公開的說明資料來看 我估計他們就是想學中國某些廠商那種買量玩法 靠壓縮獲利來短期爆發一波 再把賺到錢投入買更多廣告來拉薪 不過這個方法只是紙面理想啦 隨著邊際效應 貨客成本則會越來越高 導致最終獲利都被廣告成本吃光了 他們公布的數據中也有寫到 他們遊戲的廣告投放佔銀售三成以上 但我推測其實應該是更高 而且這一年以來 他們在單款遊戲投入的廣告費 對比開發成本也是驚人的翻倍啊 廠商自己的報表中也有寫到 實際的獲利率並不高 那我們不妨大膽猜猜看 為什麼在大幅提高廣告投放的情況下 獲利只能勉強打平甚至下滑呢 而且之前用了五年 才做出了一款Momento Mori 過往開發的也是類似的遊戲 所以按理說同期開發的產品 大概也不會相差太遠 另外目前他們的收入佔比 八成以上都是靠日本的玩家支持 海外的表現並沒有想像中這麼高 但這也符合目前很多遊戲的現狀 除非這頂著世界級的IP 不然很難同時討好全球的用戶 除非機緣巧合之下 他們也跟隔壁的Pocky Pair一向 撿到各種民間技術大佬 然後也靠碰瓷別人來出圈 其實為何現在很多廠商 都開始將策略從增量走向存量 也並不是沒有道理 雖然贊面營收可能看起來不高 但轉換率高 用戶黏著跟付費穩定 最終獲利反而是更高 而且退萬部來說好了 買量這招如果這麼好用 掌握著通訊工具跟渠道優勢騰訊 也不會每年都關停這麼多遊戲了 就連前陣子靠大傻幣的圓夢之星 也不過跟帶展派對鬥得起骨相當 那再舉個最好的例子 為了去年抖音要全面退出遊戲市場 他在當初也是認為可以靠自身的廣告優勢 來稱王稱霸 最後發現實際的獲利少得可憐 連整體營收的3%都不到 而且燒了一堆錢 也沒有對誰造成威脅 還不如去幫別人打廣告抽成來的實際 而且買量也是個雙面刃 假設用戶對產品的體驗不如預期 反倒會導致負面的口碑逆襲 不然就是隨著行銷成本的高漲 為了提高獲利就是砍人士砍開發 結果先如果無法開發出高品質產品的死循環 買量或許可以讓產品被大眾看見 但如果要把用物留下還是得看品質 希望這廠商不要只是畫大餅 或者只是想拉一波投資後就跑路 那最近真的沒看到什麼值得關注的新遊戲 而且除了快樂時間做個防炸警告外 我實在也不太想花時間去關注台灣那些一言短命的產品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沒有什麼遊戲玩 就不妨去找找那些已經喪失的老遊戲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